小仙顿董事长、CEO描述出席中国企业家国傲论坛 相信中式资补也将登上世界舞台 近日、2021年中国企业家国傲论坛与海南顺利举行 论坛邀请茅台、宝洁、格力、小仙顿仙顿燕窝等各领域头部品牌 对于探索数字化转型新机遇、绿色发展新路径 共农十四五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开展深入沟通、增进发展共识 中式资补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必须实现由要素投入驱动、向技术创新驱动的动能转换 小仙顿创新鲜炖燕窝品类 用新鲜短保的仙顿燕窝产品 以及每周冷仙配送的交付模式 解决了中式资补行业一直存在的原料难鉴别 没有时间炖、不知如何炖、不等如何吃四大痛点 让过往普遍以原料形态流通的资补商品 升级为更适应当代消费者需求的完整资补解决方案 满足了广大中式资补爱好者 对美好资补体验的向往 小仙顿革新了过往燕窝制品的生产模式 创新引入CRM模式 实现了用户下单工厂投产的按需制造模式 线上系统自动将一年月为单位的订单拆分 按周生产后冷薪配送 确保为用户提供新鲜的产品 真正实现了从客户需求到生产制造 到后端服务的全链路数字化运营 小仙顿持续深耕供应链建设 在碳达峰碳中和框架下 逐步达成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战略目标 同时 从2019年开始 小仙顿创新发起空瓶回收工艺活动 联动用户持续为保护绿水青山做出贡献 就算不值得要